我要飞上青天 上青天 我要飞上青天 自1930传说至未来3022的科幻世界 跨越台湾各年代曾走过的风景 艺术作品《标舞士林》以多末舞剧演出 是台北艺术中心连结士林在开幕季的表演 不光是这出 北艺中心开幕季结合台北艺术节 俄艺节台北艺术节共37档节目 142场演出全面开讨 在这个时间大家各自的专业里面 又再能够相遇相聚 那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在北艺的这个开幕季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真的 大家等一下介绍节目的时候 可以看得出来里头的苗头 是一个有一点叫做 跟我们的这个标志打开可能 成为可能 其实是应该说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打开我们生活中的局限 我们打开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习以为常的 或者我们认定的生活方式 然后我们让我们自己觉得 可能可以这样吗 我们就完成那个 我们想要去的那个梦想跟理想 那我想这是这次在台北这个 北中心然后终于等到的正式的开幕里面 这一系列这样子出来的节目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忘记 我们还是有一些经典的大佬们 例如孙翠凤老师 慧海宁老师 平衡老师 良知欲老师 这些人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他们的 所以呢 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艺术界里面的 无论的 不论我们怎么去交流 这些经典我们还是不能够忘记的 所以通通都有 好 整个七八九三个月 再分别在我们三个场馆 还有我们还有五个 非典型的表演空间 通通满满满的有演出 那我们一共有所谓的舞蹈戏剧 音乐剧 还有当然疫情关系 我们仍然有想办法少许的一些 国外的表演大师进来 所以然后刚好也结合台北艺术节 儿童艺术节跟异岁节 整个七八九月 大概将近有两百多场的节目 九万多张票 分别都在这三个月内 全面展开 首度曝光的超级大剧院 与五个剧场空间也成为亮点 近百米深的舞台 贯穿两个剧场观众席 为戏剧延伸多种可能 参与艺术家们纷纷出席宣告 将在这个场域展开精彩内容 那光这个开幕也说了很久 那么当然我们很谨慎的 做了一个很长的市营运 那确实这十年来的剧场 加入在那边 每天吊着个新跟人一起过来 那总而言之呢 到现在大家虽然知道 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优化 可是呢大家也都亲眼目睹 这几个剧场非常非常的可观 所以它即将带来的 在开幕季里面的这些节目呢 事实上也为了这几个剧场 我们也花了一些心思 我们很早就成立团队 在我们北异的同仁 这个基因的DNA弄进来 我们弹出来的一个是 玩一个不一样的 然后也找到了很多的艺术家 各种世代的年轻的艺术家 来一起来跨领域 来做很多的训练 很多的实验 然后到现在 我们终于打造了一个北异出来的时候 我们满手的牌 我们都不晓得该怎么打 非常的丰富 那它有大业 也有小吃 也有完全里面 吃过的一些餐点 通通在这个七八九月 那整个工程也非常幸运 因为当时我们就想说 开幕要放在什么时候 它一定得在七八九月 因为七八九月 是我们的艺术三节 儿童艺术节 艺术节跟艺术节 发生的时间 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预算不可能跟 中央的场馆比 所以要打造一个 非常好吃好看 好玩的艺术 开幕节 我们势必要结合三节 所以在这段七八九月里头 我们除了开幕节目以外 我们还有艺术节目 艺术节的 儿童艺术节 通通在这边发生 那你想说我们只有三个场馆 怎么够用 的确是不够用 我们甚至有些戏呢 是放在中山堂 放在许许中心 放在各个地方 我们是左手打右手 我们在这个整个开幕节目 不是只有在我们北京发生 我们还有发生在全台北市 同时我们三个场馆以外 我们这里面 我们还会陆续的揭露 很多意外空间 想象不到的非典型空间 都会做演出 都会做展览 都会做活动 来充分的展现我们的 我们后来锻造出一个 打造出一个字 叫做Open for all Open for all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字眼 但是因为它就是这么简单 它有无限延伸的可能性 它不只是一个空间场馆的打开 它是艺术的想象的打开 它是思维的打开 所谓的通信通通在我们这边 我们希望通通可以被打开 所以我们在锻炼出来 一个新的中文的一个Slogan 就是打开可能 成为可能 抢先演出片段的 布拉瑞洋剧团 吉利杜禄 从泰雅族的传统乐舞出发 寻找在深山中迁徙的姿态 不知疲惫的步伐鼓舞人心 播出掩盖在身上的多余 以直白的身体动能 传递讯息 让观赏者聆听干净的声响与歌谣 另外桑部一林桂如 陈彦斌 董一芬的作品《勇情之许》 结合原名歌谣当代打击乐 创造一场如临大地 商骨与云雾间的试听盛宴 明华园北市国果头剧场 唐美云 蔡明亮等知名表演团队与艺术家 也都将参与这次142场的演出内容 《勇情之许》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一个团做到底 然后从创作 从制作人到演员到导演 大家都各自自己找 找了之后还得养人 还得做什么 所以其实是一个 一直都觉得做艺术 做表演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在这里的时候 我发现有个很奇特的现象 我想当然是因为 我们的艺术学院 就是像北一大 台一大 或者是南一大 几个大 大学在慢慢出来 真的几年之后 大家很多的同学 互相的协助之后 然后他们发现 就是事实上 可以去跨领域的合作 那么这个跨领域的合作 也包含到就是说 除了我的剧团我帮你 或你的剧团你帮他 那在不同的方式帮忙之外 我今天可能在这里当导演 我明天可能单约当舞监 那到另外一个剧团 我可能可以当演员 那但是呢 讲起来就是 会不会很忙 但是这个状态 确实的有一天我在问 这次在帮忙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表舞视频的这个 诱如的时候 发现 他们中间的空档都填起来了 意思就是说 其实呢 他们一年可以做几档节目 就不像我们当年 一个整个团 一年搞一个 其实真的很辛苦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件事 在大家集思广义 和大家的意识交流 和不同的专才的这个合作下 作品真的越来越好啊 我们这次的节目其实可以说像 真的是满汉全席 通通都有 有明花园 有布拉瑞扬的舞蹈 有果陀剧场 甚至也有传统经典 像威亚敏老师他带来的 媒派的三出名戏 但也有一些新的 我们自己创造的 音乐剧 像《我恨音乐剧》 有一些是 像年轻的艺术家 我们这几年一起 跟我们一起走路过来的 一些音乐家 艺术家 通通会在这次呈现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 小小的惊喜 我们会譬如说 将唐瑞云 跟一个歌仔戏的天皇 然后加上编舞家 陈武康 他们一起创造一个节目出来 叫做《问云敏》 《问美 女文之道》之类的 这些然后也有一些 我们想一些拉千人 跟马戏 然后由王嘉明来找导演的一出戏 也都值得非常大家来期待的 《悲心交集》 那当然现在到目前为止 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艰难 长达十年 现在终于可以把这个建筑物 打造出来 面对台北市 面对全台湾 我觉得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很多的缺点要修 但是我总觉得 为台湾带来这么有能量 有充满可能性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会对台湾 会带来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艺术能量 表演从7月直到10月 期盼用艺术陪伴城市 与民众成长与生活 5月12日全面起售 带给观商者不一样的夏天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我们现在换四楼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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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